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因为Jay现在他人在纽约念书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就是相约在视讯上面 一起看一些甜剧或废剧这样子 然后结果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之前有做一集这样子的内容 结果他就整个人热血沸腾 然后就分享了很多他非常不爱的狗血啊 或是老套桥段 然后我就边跟他聊天 我就边做了很多笔记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太精彩了 应该要找他一起来聊聊 就是这个愤怒不能只有我们知道这样子 因为我很怒 而且就是我好像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然后我就热情的抢了很多 就我很不喜欢的影讯 你就开始就打备忘录什么 那就下次来录啊 所以就刚好回来过暑假 没错 所以今天我就想说 上一次我们是以类别来分 我们自己不喜欢的老套桥段 那这一次我就想说 好我换一个新的评分标准 我是以愤怒指数来分类 所以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分的这三个 第一个level1就是眉头微微一皱 就是觉得恼人可是没有 就是不会真的怎么样 然后level2就是拳头很硬 就是可能真的开始有一点 不喜欢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最终极的话 就是喘大气准备揍人 那这个的话 先跟大家就是讲清楚 就是这是我们纯粹个人喜好 所以如果有讲到你很爱的剧 其实有很多是从我们自己喜欢的剧出来的 应该是说请不要对号入座 我们不是刻意要就是指证什么事情 只是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偏好 而且我们就是编师我们自己喜欢的剧 对 没错 我们会看一定是我们有喜欢它某个成分 就是又爱又恨啊 然后看的时候好省 牵头好硬 可是继续看下去 狂跟别人讲说这里真的很香 对 但是它其实很enjoy 没错 好 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愤怒指数 第一阶段 而且因为我们的round down上面 J就是列了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先请给他开始分享好了 我是以paragraph的形式 大家是列点 然后我是一个段落 没错 来来来 我先吗 第一个阶段是他写眉头微微一皱 其实这个我把它归类为就是 没有生活气息 或者就纯粹就是幕后不用心 就可能是导演或编剧 反正就是没有跟幕后的就是在做 就道具组沟通这样子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没诚意的镜头 就比如说讲电话不说拜拜 这个电影最喜欢 你不觉得很生气吗 就是哪有人讲电话这么没有礼貌 然后就讲完重要的事情 然后就直接挂电话 可是美国电影超喜欢做这件事情 而且是很好看的电影 也会这样子 就普遍大家不喜欢道别 对 还有那种就是突然闯进别人家里面 但是永远不会先按门铃 对啊 就是好像别人家是随便你可以打开的一扇门 别人家就是一个sit card 没错 大公共空间这样子 对 就是你想进就进 而且提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是天秤座 天秤座我就是把它解释为很好客 然后朋友很多 但是他就是也是住到一个类似于sit card的家 就是家里做客的人很多 而且就是会突如其来的 就是突然就是按门铃然后就进来 然后他说连他也无法忍受 就做一个好客的人 他显然也无法忍受这种sit card的生活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 就是太不真实了这样子 对 然后呢 还有我有讲一个就是 甚至同类别的这些都是一些跟就社群有关 比如说LINE或通讯软体就只有两个对话框 而且是通常都是总裁 就总裁他有这么多业务要做 可是他只有两个对话框 一个是那个LINE官方 然后就刚下载的时候打招呼 然后另一个是跟女主角 然后跟女主角他是空的 然后他没有其他任何联络人 就妈妈也没有 然后那个下属秘书通通都没有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照片 通常是会让他个人的 就是第三视角剧照这样子 然后那个贴图也是只有熊大 或者这样子 就会很生气 因为我刚才想到第三视角剧照 就想到很像他的形象照 然后想说这个合理 我就很生气 我就觉得 就是比如说那种很多是 比如说女主角的照片 是他们约会的时候的侧照 你知道吗 我就想到谁就是 在你们约会的时候 就当狗仔帮你们拍照 就这种事情就很小 但我就觉得 拜托你们认真一点 好不好 就拍一个自拍 就让光线差一点也合理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小的有没有用心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像他们 因为他们做道具不用心 然后就变成你真的很难 进入那个剧情 嗯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他明明就已经进入 男主角在热恋阶段 结果他打开那个对话框 上面没有聊天记录 你想说 你是怕被抓还是干嘛 对 一直删空自己的聊天记录 这样 就是有什么强迫症 而且我之前跟他讲过这件事情 他说到底谁每天在亲自己的对话 对 对很有道理 就是现在做亏心事的人吧 对 我真的超受不了 就是 我觉得没有聊天记录 已经很荒谬 然后我就是预设 是熊大聊天室 熊大 让人很愤怒 就是总裁不可以使用 熊大聊天室啊 好生气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因为就是 总裁会传贴图吗 熊大或 穿姆斯的贴图 就是我想知道 你知道 seriously 总裁会传贴图 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 就是我前老板 他很喜欢传满头人 比赞的那个动态贴图 就是有个 很粗眉毛那个 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 有一阵子我爸也很喜欢用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拜托不要用 所以这到底是 就是世代的问题 还是就是 没有后来就发现 他就是可能 他们习惯 就是打OK两个字 出现的第一个贴图 他就会用 他可能没有那么 就是像我们还会想说 可以挑一下 换一下这样子 好吧 因为我就想说 如果总裁就是 违反人设 就是下载什么 可达压贴图 好像也蛮奇怪 就到底 到底要怎么样比较好 好像就是 不传贴图最好 好像是 贴图好像不是一个 适合总裁 使用的东西 就是我真心的扣问 我想他总裁会传吗 他应该出自己的 那个动态表情报之类的 对 我现在气死 没有对话记录 就跟刚刚一样嘛 然后这个 就是我个人 无法忍受 就预设 搜寻引擎 是ask.com 或beam.com 这个就是 大家记得吗 等一下 我想先发问 ask.com 是一个真的存在的网络 真的 是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 你应该记得吧 他知道 他怎么知道 就是因为我爸 就是不会使用科技的人 然后他那个放在 就是一个公共区域 使用电脑的 那个预设引擎 预设搜寻引擎 到现在都还是ask.com 非常难用 而且我们是有 切身之头 因为我又很懒惰 很懒得该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 投影幕的设定 就我们只拿那个 来看电影的 但是就是我们连 打电影的名字 我们是打什么 你打Netflix 他出现Netflix 危机百科 对他不出现Netflix 他没有任何的置入 好神秘 对他就是不会出现Netflix 他可能会在第 不知道几页 可能第13页 但就是那个 爱德华 大家记得吗 就是目光之神的爱德华 他那个时候 为了要知道 就是吸血鬼宝宝 要怎么生 他第一个求助的是 Bing.com 我怪气 就是一个 到底谁还在用搜寻网路 而且就是他当了 这么多年的吸血鬼 他好歹1104岁 然后他竟然 绝望的时候 他第一个行为 是打开笔电 然后上Bing.com 就是Vampire Baby 还是他就打一个 奇怪的关键字 然后就出来一堆 但很可怕的照片 我想说 你有什么预期 你打这个关键字 在Bing.com上面 你想要看到什么 这个编剧 真的没有在思考 对 一点都不用行 因为就好歹 做一个假的网页嘛 你就叫一个什么 Vampire.com也好 对啊 就是什么 Ask Vampire 对啊 就是一些 吸血鬼社群 总要有吧 你们都存在那么多年了 就是很没有诚意 对 好 还有那个 上计程车说回家 这个我好爱 我真的好爱这一个 因为这真的好烦 你没有看过吗 有 我这个印象最深刻 连我妈都记得 是就是 航站情员 航站情员 他就是最后 就搭上计程车 他就 计程车司机就转头 就问说 所以你要去哪里 他就说 Home 我知道 然后呢 就非常洒脱 就开像夕阳之类的 但是 我觉得 我理解那个家的意义 因为他很久没有回家了 但是 我还是生气 计程车开了 就是 我就是有一种 矛盾的心理 到底要他开还是不开 有 我刚刚就是 马上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那个场景 我就想说 他们会在最煽情的时候 然后说出 就是我要回家 因为不能报地址 不能说 对 不可以 因为说家 会有那个 如果说地址 会有隐私权的问题 发粉丝真的跑去 第五大道 不可以说太清楚 好尴尬 然后还有呢 偷听躲在柱子后面 或是带压什么 equals隐形 就是也是很生气 尤其是那个CW剧最爱 CW就是 Gossip Girl Gossip Girl是CW 对不对 反正就是一些 Pretty Little Liar 也是也是 那是ABC的样子 哦OK 但一样 对 Pretty Little Liar 超爱躲在柱子后面 然后他们常会就是这样 一个闪身 然后大家就看不到他们了 然后还有You也是啊 安眠书店也是 他戴鸭神帽 大家就看不到他 哦 对对对 然后想到你就是一个 很明目张大很白人 就走在路上 而且还戴鸭神吗 或者是在书下打手 像大家都看到你 可是他就是敢躲 我就觉得说 我也想要置顶帽子 就是堪比隐形斗篷 你知道吗 你刚刚讲到那个计程车 我就突然想到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今天如果你上了一台计程车 然后说跟着前面那台车 他真的会照做吗 哦会耶 真的吗 真的会 因为有的时候是 有些粉丝追星就会这样 哦对 所以才会有很多明星会说 不要这样子 就是请不要追着车 的意思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就会随机上一台计程车 然后说跟着前面那一辆什么的 因为每次看那种 就是飞车追逐 我都想说 为什么计程车司机会这么 你知道很热心 就是你说跟着前面那台车 我就跟就算 然后通常最后都会发展成 就是真的是在车道上面乱开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难相信 就是说真的会有计程车司机 愿意载你 就是做这么疯狂的事情 诶可是我觉得 有一些计程车司机 很喜欢接受任务 就是如果你一上车 然后你表现出一种 我很敢试试 我很敢试试 然后那个司机就会好像 他接受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他就开很快 对我要 我把你在什么 十分钟或是五分钟 就送到高铁站 然后可能平常路途是二十分钟 然后我就发现 就是在搭计程车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说出 你赶时间这类的话 因为就是在拿你的生命开玩笑 对还是不要 可是我通常看到剧情里面 确实他会加钱 他说给你就是一百块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可能拿一叠 然后他就会立刻开 就是漏奶 然后他就说 要一边还是两边这样子 然后一边但是要怎么样 就是会谈条件 有吗 大家有看过这部剧吗 这好像算是稍微合理一点 对我记得我之前 就是一些两千年初的 就是追车电影就喜欢就是漏奶 这个我好像没看过 好吧 我不知道我看什么剧情 不小心把就平常看的一些 没有可是Y.A.片很喜欢漏奶啊 Y.A.片很爱漏奶 就是Y.A.片很喜欢漏奶去 换取一些东西 对就是进那个夜店 不是会有那个门 挡门的那个叫什么 Bouncer Bouncer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漏奶进去 保镖类的 对对对 好在你继续下去之前 我就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因为你刚刚讲那个 鸭舌帽的部分 我就想到就日剧 跟韩剧其实都很爱做这种事情 就是戴一个头巾 然后偷窥男主角在干嘛 但其实就在同一个空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是很喜欢这种 明目张胆式的偷窥 头巾你是说就是 他们的那种小偷 或是哈特利那种头巾 就是我觉得最经典 就是江子树的妈妈 我刚才要讲 你就是想说 你是不是在说恶作剧之文 小人的头巾对不对 小人是什么 就是你嘻嘻那种 就应该是说 女生的话就很喜欢用那种 丝巾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戴那种疯狂大卷法的 就是爆炸头夹法之类 就是超级明显 对对对 就是那种好像衣服 我只要看起来不像我本人 就是翼绒术这样 但是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怪人 对对 诶等一下 但我看过一个FBI影片 然后他就是专门评价就是 呃这些 卧底或是特务 翼绒片里面 就是到底合不合理 然后到底是不是 他们的训练会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就是你说的 就是换了一个 非常浮夸的造型 就不是自己 他说这是他们非常典型的 艺容术 他说这个通常很成功 因为他就是 让你觉得他是其他人就对了 就差越多越好 然后可以有很离谱的大鼻子啊 然后直接换红发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肢体元大改变 就是他就会 就是人的脑袋 他就他就可能自己会自我欺骗 说我其实不认识这个人 这样 但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合理 是因为他们连行为都有改变 可是那些人 他们装扮成 就是爆炸头 他们也是这样小偷一样 然后被 就是被主角看到 还会这样 就是马上 马上转头 那大家看都在去跟踪我啊 有套力 有套力 对 而且毕竟FBI是专业的吗 对 因为我觉得很好上 因为他们就是可能 就是品完所有的 就是电影之后 就发现他觉得比较认真的 其实都是那些 就是少女特务 就少女特务 最符合他们的训练 因为其他就太瞎了 嗯 偷天换日那种 比如说那个什么 护照什么之类的 他们就说 护照哪有做那么快啊 他们就说 就是很不尊重 我们做护照的技术 哦 所以他们真的有在做护照 有 可是很久 就是很麻烦啦 嗯 对 好 不知道为什么要吃 sorry 还有什么啊 哦 对 我说那个豪华早餐 只吃一口就走 重点是为什么有豪华早餐 就他们都是很普通的日子 然后可是就是会有一个 松饼塔 然后那个什么 柳城之一虎啊 然后那个什么 桑胜啊 那个蓝莓啊 还有什么覆盆子之类的 一盘 然后呢 里面的角色 就是只抓一片 看起来最干的吐司 然后咬一口 然后就说 Mom I'm going to school 你知道就 I'm late I'm late 就很奇怪啊 对 就会神奇 因为那个食物看起来都很好吃 有 我刚刚马上想到的 就是Gossip Girl一定会出现的 一定 对 就虽然他们的家世背景 这件事情好像很合理 可是我记得是之前看录剧 只要有那种 很多人一起同居生活 他们也是餐餐 都会准备非常丰盛 然后大家就是 筷子一丝一丝动了两口 最后要解散的时候 桌上的东西好像没动过 对 韩剧也一样 我觉得这好像无国界 就大家不喜欢吃东西 对 可是就是也有人说 是因为食物本身是道具 就是其实在拍的时候 他可能是不能吃的状态了 最后一个 不是我说的是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同感 但是 这是我跟我朋友说 我要来录自己节目 然后他就 我猜他是就是 非常的兴奋吧 然后他自己回家也想一堆 然后其中一个他就说 我想说你没有要上节目 所以我要上节目 可是我很感谢他 对我就说好 为了你我会把这个 就是你知道吗 honorable mention 就是起床 那个没有刷牙接吻这件事情 我真的 因为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真实生活中 真的有人这样做吗 三个不知道答案的人 没有 我们上次不是问 我们上次不是问 就是因为如果 我个人应该是不愿意 想到就不舒服 我不要哦 我不要 对啊 可是就是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嘴巴屁起来可以啊 他就不觉得自己有口臭 可是我觉得 不是觉得自己有没有 是你会预设 你也会吻到别人的 我觉得都不要 对啊 就是都不要啊 你要当吻别人口臭的人 还是有口臭的人 我都不要 我要当 吻别人口臭的人 我觉得别人丢脸还比较可 还是比较可以接受 你是说在这个scenario之下 还是任何情况下 就是 你要当被大便的人 还是大便在别人身上的人 我不知道耶 大便比较难 这一题的话 我不要人家大便在我身上 这题好像考导我了 自己提出来 然后考导自己 自己推出了一个悖论 但我常常这样 就是我不想要 就是当那个丢脸的人 我还要当 就被丢脸 因为我可以嘲笑他 就是说 我可以嘲笑他 我可以拿这个当把柄 但就我不能当那个 就是 你不可以被那个 抓到把柄这样 没错 OK 好那 接下来换我们两个 有一些就是 小小的东西要分享 那我先来讲我的好了 因为我觉得我的还好 只是我自己个人 就是不是很喜欢这样子 我这个可能是在 某一些情况下 会特别恼人 那我这个类别呢 就是插入太多流行语 但是很难笑 我在写这一句话当下 其实是我刚刚跟J 一起看完 那个劝导2022 然后我对他的剧本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就是有很多原因 但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把他的剧本 写得很现代 然后插入了一些 现代的年轻人 很喜欢讲的一些 有吗 就是例如说 他有没有 大家很爱讲啊 感觉不是大家很爱讲 但是因为像Mary 他就是会一直讲说 要什么 self care啊 什么会是 self love 然后have gratitude 之类的 然后就觉得说 天啊 我是在看YouTuber 分享吗 毛病好像是 50岁的人 想像15岁的人 讲话的样子 对对对对 就他们是想象出来的 所以看起来很别扭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看得出来 他想要做什么 可是因为我觉得 他不成功 所以我会觉得很难过 因为会觉得 那你就照当时的人 怎么说 你就怎么写 这样子反而我会 更喜欢这一部剧 所以这件事情 会让我眉头微微一皱 这蛮烦的 对 这个归类在第一类 我觉得合适 而且我觉得 我的刚好跟你 有一点像 是我很不喜欢 在震惊剧情里面 会安插一个 他永远都要搞笑的人 但是那个笑点 一点都不好笑 就譬如说 明明就是一个 震惊场合的开会 然后他硬要说一些 就是很天马行空 想说 All right 就是有这种人 或者是他的idea 是那种天马行空 然后大家都想说 在干嘛的那一种 而且里面的人 也不会笑 里面的人也觉得不好笑 所以我就觉得说 凭什么 你就会隐聚世界的人 觉得不好笑 观众会觉得好笑呢 对 就是他们都想要 用那种浮夸的 服装跟肢体 去制造说 这个人就是 这家公司的笑点 他是一个很好笑的人 但是在场 也没有人觉得他好笑 对 因为你如果觉得他好笑 你就很坏啊 这次生活中 如果你这样做 你就很坏嘛 我也很讨厌这种 对 你有在看Stranger Things吗 我没有 反正就 我不知道这样讲 大家会不会就打我 因为Stranger Things 私必经很多 可是他最新一季 就是有一个 类似这种 comic relief的角色 然后专门就是 他的责任就是呼嘛 然后讲一些 在不适当的时机 讲不适当的话 就是 Dude what 你知道 就是这种 然后里面的人 觉得他很烦 然后我超想要 进荧幕里面 就杀他 对 我就很生气 因为可能在 很紧张的桥段 然后他就是 不进入状况这样 就我也是 跟你一样 但我没有到那么生气 只是就是真的会 眉头一皱 我是情绪管理问题 就无关啦 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 他会让我眉头一皱 是因为通常 其实正经戏 在我平常会看的 戏剧类型里面 并不是占比那么重的 因为如果是爱情剧 其实正经剧本来就很少嘛 就是开会的场合 或是上班的场合 本来就很少 所以我可以稍微忽略 可是如果他硬要按插 这种丑角 在这种正经场的话 我就会想说 他只是一个过场的镜头 不要这样子来 就是占我的时间 因为很常说会让我觉得 是在脱戏嘛 是不是在脱戏 对 就是好像不好笑 就干脆就不要 给我置入笑点 反正就你们本来就不是 一个幽默取向的剧的话 就不用搞这一出 对 就如果你只是想要拍 他们真的有在上班 那你就空拍一个景 拍那种很欢快的音乐 或是很紧凑的音乐 你给我一些B-roll好不好 对 我也会觉得说 哦对 他们在上班这样 没错 就没有必要 就是穿插这些人啦 我觉得 嗯好 这我很同意 我们要选出冠军吗 好像可以耶 那我们来选 这个阶段冠军吗 我们来选阶段冠军好了 我觉得我们选 就是这全部里面 让我们觉得真的很烦 好 虽然是美头一皱 但是他真的是 美头一皱里面最烦的一个 我觉得可能 第三视角剧照 真的蛮惹到我的 因为我是视觉系 视觉系是 就是需要因为那个画面 然后进入整个剧情这样 对我会很生气 我会觉得拍照 这件事情非常容易 因为好理解 对话框这件事情 你们可能不想 制造一个假的对话 可能需要了解一下人设 可是我觉得拍照 这件事情超容易的 你在幕后拍一张照 当下就可以用了 嗯嗯嗯 对 就他理应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对我都做得到 你也该做得到 才是下次应征 就是说专门应征 这种幕后拍照 摄影师 很铁不成钢 你看起来是没有这个职位 对 好那我的话 我觉得我会选 没有对话记录 好没有对话 因为我觉得 没有对话记录 会让我很难相信 这两个人真心相爱 我会一秒出戏 哦 是是 像我那天在看那个 换卫战士独行侠的时候 嗯 他们在手机聊天 我就立刻认真看 然后我想说 这天哪好放心 他们真的有聊天记录 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们真的很棒 就是你们 你们很棒 你们那个背景故事做得很好 还有那个聊天记录上面的名字 也有 有没有用心改 嗯 这个也是一个小细节可以注意 哎但我也不改 我是不改的人呢 嗯 就是不一定要改的很特别 但不要太严肃 对对就是不要是他的完全本名 这样子 我就是这种哎 我的都是本名 他论书语 网语 那这样好像也可以 就跟 好啦算了 没有那这可能就是个性关系 就如果是我还是会稍微改一下 你会改 我会改 但是我改的方式很奇怪 就例如说你 我会在前面加一个英文 嗯 因为这样子的话 所有是英文系的同学 全部都会给我排在一起 我至今记得 他们妈叫Jessica 因为每次都是Jessica 搭给她 然后她的逻辑超诡异 我就说 为什么你妈妈 你打她的本名Jessica 她说因为这样子 她被歹徒绑架的时候 他们就不知道打给谁 我说 所以他们就直接把你的小纸切掉 然后不知道寄给谁 对啊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打给妈妈 不是因为我之前 就是在一个文章上面读到说 就是你不要 农场文 农场文 你不要在手机里面 打爸爸妈妈弟弟阿嬷 这样子 因为他就会知道说 这个手机里面 最重要的人是谁 所以我听完之后 我就把所有人的名字 都改成英文名字 那要是你真的被绑架怎么办 他要联络谁 我不知道 因为他有你的手机 然后再拿你的手机 打给人 这件事情 应该是你个人 已经无法 你知道吗 无法自行的状况 他才会这么做吧 所以其实老实说 这个建议好像其实 他会哭哦 他会说歹徒绑架她 然后可能要砍她的时候 他会说 我妈是Jessica 她是Jessica 然后歹徒说 Jessica 谁 还有两个Jessica 还要跟她说是哪一个 还有说电话号码是哪一个 不是英文系的 对 对因为我们 我们系还有一个Jessica 所以有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搞得很混乱 嗯嗯 对 所以就是大家不用 不用听取这个建议 完全没有用 就是普通的Jessica 现在就变成一个习惯这样子 对就是 后来我都懒得改 嗯 对 而且因为现在几乎不打电话了嘛 也是 没错 那你呢 你心中的第一名 我的第一名是戴帽子隐形耶 因为我 就是我在看安眠书店的时候 本来看大概前三集 还觉得好像合理 因为毕竟她长得的确是 感觉很快可以融入附近白人的样子 嗯 可是因为她真的 她的行为逐渐就是很诡异 诡异到我想说 不可能旁边的人没有注意到 对太明显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 这真的不是戴帽子就不会被发现你是谁 就是总统一定还是会被找出来的 而且是很明显的被找出来 对 同意 所以我希望她们可以更认真一点 对 选一句最喜欢 就是 越拍越觉得说 你其实是 行为 行径是非常明显 我们只是给你一个面子 我们不点出来 最近那个 安眠书店在拍第四季在英国 然后就有 就是TikTok上面有很多人在 因为她是在校园里面 因为反正她就是 她的新角色是变成一个教授这样子 李叔也会很喜欢 然后 然后那个 就有人在她的校园里面 就是看到她们在拍戏 然后她现在的造型 就是很像她平常 真实生活 就是头发比较长 然后有点胡子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那她应该不会再给我戴帽子一行了吧 因为她现在的样子 就算戴帽子还是很明显 就是一个长发有胡子的人 对 就我觉得还是会有同一招 我们拭目以待 对拭目以待 反正最烦的已经不是帽子了 那一副 那一副反正点很多 真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level2 拳头很硬的部分 那我们要不要就是顺序道过来 可是我的拳头很硬 可能会大家会把它归类为眉头一皱 但是我自己是真的会觉得很烦 就是有一些剧 她不用心到 她的道具永远都不连贯 你很在乎连贯性这件事情 我蛮在乎连贯性 然后我会 我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等一下她上一秒拿的 可能是 不是这个 对 就是她可能上一秒明明是右手拿手机 左手打了男主角一巴掌 就换了一个镜头之后 变成她左手拿手机 然后男主角 就是打了她一巴掌 然后你想说 可是男主角头还偏那边 就是还是偏错方向 然后就想说这个这样好吗 反作用力错误这样 这个我懂欸 我觉得这是不是 有做过幕后的人会特别有感觉呢 对 而且我不喜欢就是 她的镜头 就如果好 你道具不连贯就算了 可是如果是 你道具不连贯 然后还加上你的剧情已经不连贯 我就会想说 这部剧到底在干嘛 就会更神奇 就是很神奇 对 我觉得可能她有再结合一些 就是其他的因素 就比如说剧情 它本身也不是很通顺的话 你就觉得我没办法原谅你 对 我就会想说 这部剧就是 就是单纯不想让人家看 单纯难以下咽 非常 我们之前都有看的那个 To All The Boys 他不是就换字体吗 还什么的 他们的合约啊 他们的合约有换 直接换一张纸 就是好像他们 我想起来了 对 就是没诚意 可是这个有一点可以原谅 是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拍了很多镜 就是拍了很多镜头 然后就是想说剪快一点 你不会知道 对啦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 确实是你要看的比较仔细 言下之意就是我个人很闲 我就是很喜欢看这种仔细的东西 你爱抓bug 对我有的时候 在YouTube上面有那种组合型影片 就是说譬如说 那个什么 Gossip Girl的那个Bloopers 然后其中是穿帮片段 我就会认真看 哦这边穿帮 哦那边也穿帮 哦 对但就是一个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点 我会觉得看的会 因为如果我就出现一次还好 但是追的剧 就是其实越长的剧 越容易穿帮 哦这是 对所以 就是我觉得我追这么久 然后结果你的制作 如果还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想说 那我不想追了 他可能想说 好 I don't care 这个要就是上诉一下 很严重 失去他这个团中 对但这是我个人会觉得 就是唇头很硬的一个 嗯 对 这个还蛮重要的 小细节小细节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 在出现事情 就譬如说 其中一个角色被抓了 然后是进警察 觉得那种严重的程度 对 然后大家去就是 召集各方人嘛 去救他都救不出来 就女主角一出马 然后还不是找什么 很厉害的律师 或者是去找什么 达官显贵的人 嗯 他是走进去那个警察局 然后去跟预警说 我必须救他 然后结果那个人就被释放了 就是下一幕 就变成那个人释放了 就是他们就会 省略一些法律的桥段 对然后我就想说 他怎么被释放 那为什么其他人不行 为什么女主角做就可以 对好像 我可能没有看过这部剧 我刚才也想要同意 但我想说 也好像没有看过这么扯的 没有因为通常啊 就是其实 这件事情比较容易发生 在古装剧 哦 对 就是女主角 什么都没做 然后就只是走进去 然后可能还拿着那个 就是要送的诗的东西 小篮子 对小篮子 然后就在那边 促膝长谈之后 隔天就被释放 可是我就古代 好像比较容易 我讲的好像 我在 有去过 唐朝人 曾经参与过 对啊 我怀疑这件事情 是不是以前 只要费入队的人就可以 我猜可能是啦 那我会希望你把那幕演出来给我看 就是 娘娘 然后就是 袖口里面塞了一堆金 银两 对啊 就像是那个要升级饭店 不是要把钞票藏在手 手掌中间 一些魔术的姿势 他就是要把一个金元宝藏在这边 然后送给他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些更详细的片段 会让我觉得这件事更合理 对不然就是好像 随便一个人进监狱 都很容易出来 就有点太简陋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出来的时候 就是男主角就开始 感动的痛哭流涕 说谢谢你把我救出来 可是他到底做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这样子就感受不到 就是他的强度啊 没错没错 可以演出来 就是那个女主角 贿赂官员的 或者是他真的就是很辛苦 这个一定是因为 他们政府会抓吧 对啦 你说的有道理耶 对啊 可是可能他有拍 然后全部被剪掉 有可能 他就说这个女主角 看起来就 太台面下 动作太多 不能演 我觉得我的跟你刚刚讲 那个很像 但我的这个 更大一点点 就是强调一些 大女主的角色设定 可是都不自己解决问题 但你刚刚讲 其实他有解决问题 但他不具体告诉你 他怎么解决的 但是我自己有点受不了 就是他可能一开始 建立起来的形象是 他很勇敢 他很果断 反正就是他会用 很强硬的方式 告诉你这个女主角 他有多好 可是最后事情发生的时候 男主角就是会出来 然后或者是默默的 例如说 好 因为我们最近才刚看过一部剧 然后反正就男主角默默的 可能帮他买一间店 然后让他工作 然后感谢他的 我可以知道这部剧是什么吗 应该不用消音吧 哦 你跟我讲 偏偏冷少 对对对 偏偏冷少 翘家人 对对对 不是 我觉得这个观众也有问题 就你听到这个表题 你一起看到什么 就是我们之前 因为做那个 张老司丁的 傲慢与偏见的 改编电影讨论 对 然后我们就 为了 因为他就是改编 中国版的 傲慢与偏见 所以我们就去看了他 我们是为了做功课 然后看到后面非常的痛苦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是当事人 我可能会很开心 想说哇有人帮我买个花店 让我就是一盏长财 可是 我觉得他想要塑造这个角色 就是他是一个创业家 然后他很有生意头脑 可是如果你今天帮他 开这个大外挂 我要如何相信 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因为他就是有一个 金主帮他开外挂 那我就觉得 好像大家都爱上这个女主角 我就觉得不是很合理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会让我觉得 就是角色动机 很奇怪 应该是不是角色动机 就是角色的塑造 有点不连贯 但是我觉得很多剧 都有这个问题 那我要问一提 就他是傲慢与偏见改编吗 那你觉得 伊丽莎白本人是大女主吗 因为他不是 我觉得他不是 所以他的问题 是在于他把伊丽莎白 先诠释成大女主 可是又用傲慢与偏见 本来的剧情 就是他永远都被男主角整 就因为男主角就是一个 钱还有势力各方面都 真的比他有能力的人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记得那个剧情 应该是他偷偷买电 然后只是作为一个 这个电到底是什么电 你又花电 就是因为他的剧情 应该是他想要回报他 帮助他在事业上 有达成一个成就 所以他就知道 如果是直接送电给女主角 他不会接受 所以他是偷买电 然后就是请人聘女主角 到底脱头 气死我 但是我记得这应该没有到 就是他做 他做了什么成就 但是不是因为他自己 这么严重 应该是说 其实因为我本身 还蛮喜欢那个女主角 所以这件事情 不会真的触怒到 就是让我很不想看 可是他算是我近期 看过比较接近的例子 但是因为我过去看过很多 都是他们一开始 可能要强调说 女主角他很有想法 可是最后其实都是男主角 去帮他顺水推舟的 就是push一下 我刚想到一个 就是在加码一个 会让我拳头很硬的 就是譬如说他已经是大女主了 但是每次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就突然昏倒 然后他起来的时候 就是世界太平了 然后你就想说怎么了 你到底在看什么 古装剧 真的是古装剧居多 就是他可能 他就很紧急这样子 然后他可能就会气到 就是昏倒 这还不够大女主吗 你只要昏倒起来的时候 就世界太平 这个能力我也想要有 好棒哦 就是他们真的 省略太多事情 对然后最后可能揭露 都是男生为女生 做了什么事这样 我觉得这本质上的问题 是不是 编剧 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大女主 就他不理解女生 要怎么自救 所以他写不出来 那他如果觉得 就是女生 就是没办法自救 那我觉得你干脆 就写一个就是 寄人离下来 你就算了 就是他的设定 就是他的超能力 是他只要昏倒 对啊 这一定会有人救他 超能力 这超能力超棒 好不好 我也想要 每次我做业做 把我这样昏倒 哎做完了 是客也好 还是 有一个很帅的男生 来救我 偷偷这样进来 写完作业 并不知道 好像有点太浪漫了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种 好像是为了跟大女主 IP去流行 但是并不知道 女生到底 怎么有能力自救 他真的可能觉得 哎奇怪 女生到底怎么自救 原来是因为昏倒啊 他就自己把他写进去 这蛮讨厌的 其实我发现 我们都有类似的 对啊 而且我接下来讲到这个 我觉得爱看迪士尼的人 应该很有感 就是我其实很受不了 就是一开始 他可能会塑造一些 很坏的女儿 或是男儿 反正他们就是会 一直破坏 然后一直使出各种伎俩 然后害主角 但是到故事最后的时候 他就会说 快点展开双臂拥抱 就是男主角这样子 然后就有点像是 天下太平 然后我就会让步 然后我完全一切都不在乎 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 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 就是人设是不吻合的 所以我前面花了 二十集的时间恨你 其实我最后一集 你跟我说你是好人 我就会觉得 我青春错付了 你知道吗 我就是被这种剧搞到 我现在看剧 会把自己拉很远 我想说 不要放自己的情绪 不要放个人情绪 不然会太怒啊 对就是他虽然 在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但他背后一定要 他自己的原因 就是还要自己一直 后设想很多事情啊 你说的没错 迪士尼最爱 然后我的解释 就是他们都是为了 最后的那个大群舞 最后要那个 可唱或是群舞 然后所以就是一定要 你知道他们的站位 一定要是男主女主 然后女配男配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像歌舞青春啊 摇滚煞令影啊 每一个都是啊 就女配好坏好坏 然后最后就大和解 然后下一集再有 同样的冲突这样子 然后你就不知道 为什么和解 就为了要唱歌这样子 你才会为了跳舞 对 音乐是魔法 大家的那个 这是迪士尼的宗旨吧 对啦 音乐是魔法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认证剧 好像也一样会走这个 好像就不想好好演耶 对我觉得 就有的时候 你不小心把一个角色写得太坏 你会无法去解释 他到底为什么要坏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耶 可能一些爱情剧 很常会出现 因为就是 我有一点难相信 就是有人会 为了要抢一个 其实他根本也没夺爱的人 然后就使出一些 要害死人的招数 所以最后我觉得 编剧本人也不相信 所以他就赶快转回来 我懂我懂 因为你的想法是 他前面也没有说到 他有多爱他 应该说他前面说到 他很爱他 但他最后又走得太潇洒 对 你就想说 那你到底有爱还是没爱 对对对 那你前面是 就是你单纯想要杀人 还是怎么样 因为说通常 他们很坏就会到一些 你前面为什么放不下 是因为没有一个歌给你唱吗 就这种感觉 有可能哦 因为那个悲惨世界 那个女儿 不是就有一个自己的歌吗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唱完就OK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天哪我懂你 I feel you 一直都是为了歌舞 对 对 这我很同意 好 那我最后一个 我就快速带过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从那个 The Room 延伸出来的 就是有一部 很猎奇的 那个写点片嘛 叫The Room 然后它里面就是 很喜欢放一些 就是很MV式的片段 那一部好好看 然后就是会 配上一些 就是R&B歌曲 然后就男女主角 在床上这样 就很暧昧这样子 耳濒思磨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因为 是写点片 所以我可以接受 可是我无法接受 我是在认真的剧里面 就开始加一些 就是音乐 然后配上男女主角 在海边拉手转圈圈 然后就消耗 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只为了告诉我 他们很相爱 B-roll啊 很烂的B-roll 对 很像那个 唱KTV会有的那个 对对对 没有版权的MV 没错 因为我就觉得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 我觉得可以 可是要适可而止 因为其实你点到 我们就知道了 可是你不用 就一直在海边 要先画爱心 然后再弄仙女棒 然后再踩水 这样就太多 踩水 对 而且你会想说 因为他通常是会插入 就是他们可能在回忆 或是回想片段 然后就想说 那这些第三人称 视角是谁拍的 就一样回到剧章的那一题 对对对 就是最后是那个仙女棒 剧章 就刚刚明明就你们两个 然后怎么又拍的 全部都是一个圆 那如果是那种 就是奋发向上形象 如果是穿着Prada的恶魔 然后他有一段 就是女主角很认真的在 工作的样子 对那样子的话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因为他类似让你在短时间内知道 但是如果他是爱情 他的讯息就只有 他们很相爱的话 那我就觉得完全不需要 因为你也没有成长在蒙太奇 对对对 因为蒙太奇应该 就是爱情就很相爱这件事情 应该要演出来 如果他是一个演爱情剧的话 他在这个在蒙太奇 那你这不定你要去哪里 其他部分都在讲一些 很无聊的事情的话 那真的是大烂片 蒙太奇应该只能有两个吧 一个就是那个 像你说的女主奋发向上 一个就是makeover 哦对 其他就不能蒙太奇 猪头然后画睫毛膏 然后被刺到什么之类的 然后不是换到第三套 大家才拍手 就是要这样才可以蒙太奇 前面要先皺眉 前面大家就一直比 倒战倒战这样子 对啊 好那接下来换J 你的拳头很紧的类别有什么 这好像是三个里面写最少 但还是很多 其中一个 我觉得我写在这边的 就是他的那个 我的分类其实是造 那个剧情情节大小 就前面可能是一些幕后不认真 然后现在这边开始 就是有带到一些 他们很爱演的剧情 可是这个剧情 通常不会超过一天 所以就比如说 那个男主角一定要生病 然后女主角煮粥 而且是皮蛋瘦肉粥 或是鸡蛋面 然后我就会对这个桥段非常生气 因为我就觉得说 可能是因为没有人在我身边的时候 煮粥给我 你觉得这很不真心 所以这个类别叫嫉妒 我就是很嫉妒 不是 我觉得很不合理 就是为什么女主角都要给CEO煮粥 跟就是做鸡蛋面 然后还有我最不喜欢物理降温 就是现在 你不觉得很爱吗 就是那个拿一个小小的 那个白色的手帕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点他的那个脸 然后脸就会有一些汗猪烟 他就是你知道发烧的人就会冒冷汗什么的 然后他就会再慢慢擦拭 然后整晚不睡 可是我就觉得 有了谁愿意为人做这件事情啊 然后男主角就是会在发烧的状态下 反正一定会被女主角照顾一天 然后我就言情非常爱演这种 而且是不是亚洲的言情会演这种 我觉得他们很喜欢 东洋言情特别喜欢物理降温 他们喜欢就是演男主角 本来是一个感觉无间不摧的总裁 结果却是被一个最小的感冒 就是变得很极垮很脆弱 然后他最脆弱的时候 竟然有人来照顾他 然后大家每次这样很脆弱的时候 我都想说那他秘书去哪了 发烧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很容易 发生的事情吗 你也不需要有人一直帮你用手帕 在那边擦拭身体 然后想哦我不要看你有内裤 什么之类 然后就是眼睛就是要不看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拍拍拍 我想说你就是想脱下裤子 说说 会不会变成一个药品业配 就是因为其实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的补拿疼都有退消效果 不是就是道理是 为什么要物理降温啊 而且我就觉得 这个不是中古世纪 才会发生的事情吗 就是你知道吗 那种妈妈 然后就哦 就是一拧那一条 那物理取暖可以吗 流星花园的物理剧情 我喜欢的 我超喜欢的 流星花园的物理取暖 这个我很爱 这个没有要开玩笑 到底是不是就是 三观有多不正 物理降温不可以物理取暖 YES 我觉得就是他那个状况合理吗 因为他在洞穴 或是真的在一个很冷的地方 什么之类的 好我就让你取暖 OK 对但其实我通常觉得 那个不太浪漫 因为那个人真的很冷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都没办法想的 嗯对 当然这个是因为我不够浪漫 所以我才会有这种言论 好同样就是在同一个 同一个范畴下的呢 一样就是嫉妒系列 嫉妒系列就是 我很说不懂 就是秘密基地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男女主角 常常有一个秘密基地 然后他就会在 就是vulnerable 就是像你说的脆弱的时候 他就会带这个女主角 或男主角 然后就带到他秘密基地 然后就说 我平常需要clear my head的时候 我就会来这边 你知道吗 然后讲话 讲到一半另一个人就会说 你跟我想象不一样 就是这一种话 你知道然后我就听到就是很生气 首先那就不是你的地产 你为什么就是每次都可以来这边 然后都没有人 都是什么 阳台啊 然后什么天台 什么观景台 什么这类的 然后都没有人 然后我就觉得说 而且他们还会生气 就比如说今天这个地 如果被别人就是买走 或是被建商买走 要去建别的东西 他们会生气 然后就觉得说 你从来都没有拥有过这个地盘 这是什么逻辑 这也是嫉妒 没有 可是我觉得这通常就是 出现在那个青少年电影 或青少年戏剧里面 很喜欢观景台 因为他们就是 对没钱 然后但是又喜欢 就是有一些自己的秘密基地 然后比较好的 就是像你讲 他可能就是找那种空的阳台 对对对对 或者是不属于他地产 但是空旷的地方 对 然后有一些人就是会找那种 独虫拒结的地方 独虫拒结 或者就是荒废的啊 什么的 是一个荒废的屋子 然后里面有一些床之类的 对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是这种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 没有很多人有秘密基地 可是电影里面很喜欢演 人有秘密基地 而且都是给大家谈恋爱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们已经有 物理降温了嘛 然后我们有秘密基地 然后第三个叫做 丑陋自恋性物 丑陋自恋性物 是什么 我好好好奇 其实主要是丑陋性物 我很讨厌东西丑 我就是不能原谅 然后所以性物 你知道吗 很多就是情侣在那个电影里面 交换性物的时候 大部分男生送的都很丑 然后通常是因为那个剧组 经费不足 然后自恋 就比如说 大家记得这个歌舞青春里面 他送一个T项链嘛 然后那个T字体也很丑 是那种就是 学校的那种海报字体 然后我就好生气 我就觉得说 首先你为什么觉得 我要一个 你姓名initial的项链 我跟你谈恋爱 我也不想带你的字母啊 就 为什么不是送我的 我是G耶 Gabriela 我是G 没有你好歹也送个 就是GT 就至少就两个合并 为什么是你自己的 然后还有那个 木光之城也是啊 就他送一个 就是小狼的那个 然后我想说 谁要你这个木雕 对啊 就你们没经费 然后就是 男主角都很自恋 都会送一个 跟自己相关的东西 然后你为什么觉得 我想带 就是也类似是属于 道具不认真的系列 算是 然后通常是定情物 对 丑陋定情物 我个人无法原谅 我懂 就是因为他们 有一些像 木光之城那个 爱德华他们家就很有钱 他自己的行头都还不错啊 然后你今天买一个 那么烂的东西 你跟我搞什么狗屁 你送我车什么扭蛋戒指 好生气啊 好 还有 再来 就是学校里面 老师有专业舞群 或是夜店里面 跳牌舞 这件事情 我都无法原谅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人生跑马灯画面评级 这个意思是 就是 可能他 这个角色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需要做一个 人生跑马灯这件事情 前面可能镜头不够多 所以他就会放一些 非常不吃重 就比如说 他是个大配角 他就根本没有镜头可言 所以他每一个人生跑马灯 都跟主角有关 然后就好可怜哦 连父母的镜头都没有 可是却有 就是他当半侮的镜头 我觉得 为什么 就是这很好笑 我觉得你干脆 就不要有跑马灯 你口述就好 B-roll不够多 就不要做这种东西 B-roll对 你就不要有野心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要知道自己 就几经几两种 拍出基本我可以接受 可以啊 最后一个就是 跟你们的算是同一个类别 就是爽剧爽文 就是靠男友 有钱程度决定女性 假的 就是讲的有点空泛 但就是我很讨厌 那种打脸剧情 就打脸剧情是 女主角可能要去同学会 或是女主角要去 一个就是有仇人的场景 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就觉得这个女主角 就是哼 就他去的名乡又怎么样 反正他们就没有 想花有钱啊 然后那个 就是男主角 就一定要来接女主角 然后一定要开什么 沙拉蒂之类的 然后他一来 他就是大家说 他不是那个 他不是那个什么总裁吗 然后就说 那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说 他开那个车币 那个谁谁谁 加小开还要好 然后我就超讨厌 这种剧情 就是像你说的 假大女主角 然后最后解决纠 多分都是靠有钱的男主角 那我觉得你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你赢 是因为你掉到金葵室 所以你也不用太爽啊 就是也不是因为 你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你就是 就这个打脸我觉得不爽 因为是靠钱打脸 然后你还是没有改变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 大家因为钱比是你 然后你的成为人像人 你只比他们有钱 对 所以你也没有真的赢 因为你还是在玩他们的游戏 我刚瞬间想到 这有一段疯传在FB 就是王子变青蛙 然后叶天宇去同学会 然后同学就是 同学会这个好爱 就讲说 叶天宇就是家里没有钱啊 听说你好像跟那什么 善君号在一起 我就不相信 不相信 然后大家开始霸凌他 嘲笑他 然后他就觉得很可怜 很想哭 我想说你为什么不生气 他们做的事情完全不合理 然后就明道就很帅气出来 然后就说 叶天宇哈喽这样子 然后就大家就哇 很崇拜他 或是开始很嫉妒他 我当时看 我就好我爽微好像要有一个 就是白马王子来救我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 其实如果我是这样子被拯救 会觉得我自己很可悲 而且请问这个剧情 到底要教我们什么 被同学嘲笑没钱的时候 就赶快找一个很有钱的人过来 对啊这价值观完全不行 而且也行不通啊 因为我们市场生活中 我们调不到这回事 这是真的 我相信我的同学 之前应该也很少 有这种人脉吧 对啊就是 我觉得你要不就是你 你对这种事情没感觉 就是你没有觉得需要搭连回去 对吧 因为你想说反正 有没有钱这件事情跟我无关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们都会很care 就是女主角就会真的觉得 被侮辱还怎么样的 然后就一定要男主角来拯救 我就觉得 我觉得自己有点可怜 那我们来选我们自己的第一名 有没有人已经选好的 我就是讨厌同学会 讨厌同学会 充满坏同学的同学会 因为其他都小事啊 其他前面都小事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打脸 用钱打脸这件事情蛮不爽的 因为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 然后我就会觉得 你这样教小女生是什么 确实 因为我觉得是我们都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看这些剧的话 就是真的会觉得不要这样乱演好不好 小时候你就觉得白马王子会拯救你 会用钱来帮你砸别人的脸 就连我的脸都不砸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女主角 为什么不自己反击 对就没有用这样子 而且你反击的是 就是他们想要的 你用他们的符码 他们在乎的符码 你去打击他们 就没什么爽感 就是其实也很不合理啦 对啊对啊 那你们呢 我觉得我自己是蛮接近的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不喜欢假大女主剧 虽然这个有点太空泛 但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问题都我在讲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写一个小女人 跟一个总裁恋爱 你就说这个人是小女人 你不要假装她是职场上面的强势女性 然后每次都昏倒 就是因为观众已经看得很疲乏 所以那你一开始就把话讲清楚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好心理准备 嗯嗯 我跟你一样 就是我觉得既然你要强调她在这个剧里面 是譬如说她工作很强 那你就要写为什么她工作很强 然后跟总裁还可以很好恋爱 就是不要 对不要用那种 她工作很强 可是她可能私底下是一个很小女人的样子啊 或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人设像对吗 嗯 我觉得除非像你刚刚讲 就是如果她有反差萌的话 那她要有那个反差 她才会蒙 因为你不能就是最后都只有她蒙的地方 然后工作上完全不知道 她到底为什么可以坐上主管的位置 或者是为什么客户都最喜欢她 她就是激蒙 她就是说 哦她就是女主角 对对对 嗯 懂啦 就是不喜欢女主角 有女主角光环的人 对 因为有女主角光环的话 我很难带入我自己 就是 嗯 假如说你在一个地方 你只要走进来 就全世界都爱你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我看这个剧的铺陈要干嘛欸 就是剧有三十几集你不能从第一集就告诉我她人见仁爱啊 要不她就很摆明说我就是晚人迷设定 嗯 但她又不是 我现在觉得就是会有这个清单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太多那种太长的这种爽剧了 就如果这些爽剧它就是很简短维持在假设五集内 而且一集可能十分钟要把它演完 我就觉得哦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它是那种演七十集 然后一集四十五分钟 我就想说够了没 嗯 这我同意 嗯 好所以level two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嗯 好那我们最后来进到我们最愤怒 就是喘大气准备揍人 这里来吧 我我吗 哇完蛋超多 好这些列大标题哦 第一人鬼恋 第二绝症 第三狗电影 好我先把这第三大 狗电影好好笑 三大啊先讲完 人鬼恋我个人无法忍受就是 人鬼恋你们不觉得其实就PUA吗 就他不跟你说他是鬼 为什么 因为他不跟你说他是鬼啊 然后你就跟这个人就是在一起 然后大家都觉得你是疯子 哦 是这个部分 因为我的人鬼恋是就是 我们不知道他是鬼的情况 然后他们通常剧情 伏笔一直买买买买到最后就像那个 周杰伦那部叫做 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 对 就是很爱 就是西方人很爱搞这种不能说的秘密的剧情 就是他们买伏笔买到最后 只是为了要最后揭露 哦我爱的是鬼 然后我就会很生气 我就觉得说 这个只有剧情片能做 你的整个全部都不合理 全部都围绕在 就他是鬼这件事情 然后只要讲这句话就解决了 就是我觉得是很懒惰的剧情 然后我个人也觉得 就是不要再演了 我看过一次 我就不要再看第二次 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人鬼恋 我好像只能接受就是ghost 好这我可以接受 对就是就内部 因为他很经典嘛 嗯 但是就是后面的 然后不能说秘密老师说 以他那个年代也算蛮前卫的 好我也接受 可是之后就是开始有很多 就是人鬼恋剧情 然后他最后就不小心 就他就发现他爱上的是鬼 然后他们就要做一些跑马灯 然后就去解释就前面为什么 就比如说他点了分享餐 然后为什么 人家觉得他点分享餐 他是疯子 啊因为就没有人跟你一起吃啊 你知道就这种事情 我就觉得好蠢哦 我真的好生气 我就去跟鬼谈什么恋爱啊 然后这鬼就骗你啊 因为他就是不跟你说 我不是真的人啊 就到底是有什么不好说的 就说哎我是鬼 我真的很熟 那要是那个鬼 不知道自己是鬼的 可以原谅 但是就是 有啊就是之前那个 布鲁斯威力就有演一部 这个电影 我忘了叫什么了 嗯 然后他就是一直可能在 他就觉得他老婆不理他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最后发现自己是鬼 妮可姬发现你演鬼 就是这个梗有点太常用了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很新鲜 什么的 还蛮多发现自己是鬼 这种剧情的 好像有哎 有啊 鬼哦 我是鬼 原来大家看不到我 原来我可以穿墙之类的 对他就一直跟他儿子讲话 因为他只有他儿子看得到鬼 哦对 很多这种 就是大家都看不到我 但是只有某个特定的人看得到我 对 嗯 人鬼恋我无法接受 然后绝症的话 就是我觉得 绝症如果它是一个剧情片 然后它只是 里面有描述到绝症 没有关系 可是我特别讨厌就是 绝症 然后又被归类为催类片 绝症电影 还有那个男主角人设是 就是死爸妈 然后是车祸 或者是飞机失事之类的 然后就会让我对这件事情 完全无感 我上次才看到一个就是 DRAW QUEENS 他们在看节目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们就讲了一个 我非常有共鸣的话 就是他们说 主角死父母 就是这已经是必备了吗 他说导致他现实生活中 看到有人死父母 也照理说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可是他就说 哈哈哈哈 你知道还有谁死父母吗 Samba 还有Bambi 全部人都死父母 又是我了不起的 我想没错 就是这种心态 就你不能太烂 用这种剧情之后 就说还有谁 不可以正常化这件事 开始举例 真的 其实那个信手念来 迪士尼电影信手念来 超好笑 不要再死爸妈了 所以绝症死爸妈 归为同类 再来就是 我是简单的说 是主角不死 但是我当时 在很愤怒的情况下 打下来 我就说 主角从五楼跳下来没死 配角走楼梯脚扭到死 哈哈哈哈 就是怪奇物语也是啊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 有些电影 或者是影剧里面 他们不喜欢杀一些 主要角色 或是他们只杀次要角色 这样子 然后主要角色 就永远都不会死 然后明明是 同一件事情发生 但是就次要角色就是 诶 明明是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他就 不知道人就走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沮丧 我就觉得说 因为这个完全是 看你们的偏爱 就你们对角色偏爱 还有你们想要 谁留得久一点 所以就不太用心啊 然后布鲁斯威利 他他也是演一堆 就是他从就是 高楼层跳下来 然后就诶 一根骨头都没断 我就觉得好羡慕哦 就是 嗯 真的蛮怒的 对 这种就是你拍越多集 我越生气 不可能的任务直接中枪 但不可能的任务 他至少他 做自己的那些 就是stunts 所以我觉得他 至少并没有 一直要撤写 他不死这件事情 但是他一直让他 做一些不可能的任务 我觉得他至少有另一个 就是剧情刚要在 他不是要说 这个人是不死之躯 这样子 对 然后他的敌人 也蛮难缠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可能 阿湯哥我反而可以接受 因为他真的很用心 嗯 虽然他蛮怪的 但他至少就是 打戏很用心 嗯 对 然后呢 我也是很讨厌 就是那种 重要情节是 做梦或是幻想情节 哦 最后是南科宜梦醒 比如说那个 呃 目光之神 到底是多讨厌这部 明明就很爱 目光之神最后就是 他就说 你就是会这样死掉 哦 他演了一大个 武打戏 然后他就 耶 人都死了 然后就开始人死 越来越多 不可能吧 不可能都死掉 结果就都假的 他就是不想要 让你失望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还是要给你看 看一些比较 大的场景 可是就实际上 他并没有要commit 他并没有真的要演出来 自我也是偏失望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我很受不了 那个主角 尤其是YA片主角 格局很小 有没有 然后不想要拯救事件 或是革命 他就 我只是个普通青少女 就是 不要再说 就是我有一个 就是很特殊的超能力了 我想要去过 普通女生的人生 这样子 大家也没有要你怎么样 大家也没有说 要把你就是 每天就放进水缸里面 勒死什么 没有这种强烈的 你知道吗 折磨 都是那种让你去 上很好玩的魔法课啊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们就不能忍受 他们就 我只是普通青少年 我想要继续就是 过我的穷算生活啊 然后就要跟我的 就青梅珠嘛 就每天在草原上奔跑就好了 然后就觉得很神奇 就整个世界要毁灭 你已经没有草原可以奔跑了 所以 请你就赶快去做 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 YA片的女主角 特别 女主角跟男主角 特别喜欢 就是 我很普通 然后大家就已经跟你说 没有 你就是有一个 全世界只有你才有的能力 然后但是他就沉浸 在情爱当中 要选 这个青梅 还是这个青梅 还是这个竹马 跟这个竹马呢 我就觉得不要 对 这个 我觉得YA片 这个我不喜欢 这个会让我想到 就是有一些 那个 大明星 然后跟 普通人 恋爱的 剧情吗 就是也 跟这个没有很像 但是他们很喜欢说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只想过普通的生活 那你干嘛跟大明星 谈恋爱 对 然后还有大明星本人也是 我就是想过普通生活 然后就想说 那你当初我什么 当明星 对因为就是 当明星就注定不普通啊 就我可以理解 你觉得你想要 有一点自己的隐私 或是你想要 就是偶尔安静下来 可是那种就是 完全就是觉得 我不要这个名气 这个无望之在 然后明明就自己 把自己投入眼影 我想说你骗谁 而且你自己 是不是有努力工作 才会有现在的名声 对啊 为什么要一直否定 自己的努力这样 对啊 好 再来我说就是 我受不了就是剧情里面啊 就是那个小孩 对父母过度严苛 或是那个跟伴侣之间 就是对彼此太严苛这种 就是通常都是 次要角色 对主要角色很严苛 就是比如说 那个小孩 不准父母谈恋爱 这种事情 就是比如说 父母再婚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小孩就会表现了 极度的不可理喻 就说 就爸 你怎么可以交一个新女朋友 什么之类 要跟我同龄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说 其实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爸再婚 就是你爸如果没有 殴打你 或什么之类的 他再婚 或是他去谈恋爱你 不是应该很替他开戏吗 可是为什么 戏里面的主角 这么的不可理喻 都无法就是 忍受父母有第二唇 这件事情 然后会一直去阻挠 你知道吗 就我就觉得 你们这死屁孩 就是你们这好没有同理心 对这个我很讨厌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 像穿着Prada的恶魔 有没有 他那个垃圾男友 我讨厌他 我叫他垃圾男友 你说那个厨师男友吗 超垃圾的啊 就请问你的女朋友 不帮你过生日是怎么样啊 就他那边就是有那么多的就是 你知道他事业攀升的机会 然后他可以跟什么 New York Times的 就是超级厉害的作家 或记者就是讲话 然后你那个破生日 你每年都可以过一次啊 而且就他也 就那天不在 不能帮你不过 就是你们这是什么巨婴 就我就是巨婴的行为 然后可是电影里面 在演就是跟家庭 有关的主题的时候 跟你讲这是白人电影限定 就是白人就是不能接受 就是自己的父母 或是自己的伴侣 就是有其他的事情 比他们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然后因为他们没有去生日 没有去家长会 没有去才艺表演 就无法忍受 我想说 我当然是要去签这个 就是我不知道 一百万的合约 我不要去你那个树梨表演 只要去听你那个树梨表演 就很生气 我觉得说 你知道然后小孩就会说 爹爹 为什么你都不回家 你知道吗 最好那种英国小孩装可爱 我想去死吧 就是不要去 对啊 就是大家可不可以 都有自己的生活 但他只是一个小孩 但希望他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应该说小孩 我觉得这个东方片里面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这是真的 因为我们就是很合理的 觉得爸爸在工作的时间 就是在工作 妈妈在工作的时间 就是在工作 你不会觉得那时间 是你可以占用的 对 你爸妈嘴打你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些小孩 就没被打过 就是要被打一下 我觉得还有他们的 空闲时间太多 因为你知道我们 就是我们小时候 过那个生活 就是反正下课 就去安勤班 对 你就完全不会想到说 我希望我妈 现在可以带我去干嘛 干嘛 对啊 或久了你就会知道 爸爸忙嘛 然后你就不会去烦他 那我就觉得很多子女 叛逆的缘由是因为 父母没有花很多时间 陪他们 可是他们可能也很辛苦 在赚钱什么之类 我就觉得 爸妈已经够累了 或者是就女朋友 已经够累了 就是你不要再烦了 就不一定要有 自己的人生 可是你要体谅 就是要感恩吧 要懂事 要知足 要知足 对啊 然后树里表演 就没有人需要看了 很讨厌那种 对然后还有 最后呢 其中一个 仆女三角恋 我超好奇 这是什么的 仆女三角恋 表题下非常随便 所谓仆女并不是 真的在说 这个女生 外在条件普通嘛 可是她自己觉得 她外在条件不好看 比如说她觉得 她自己长得丑 或者是长得 就是美人爱 这样子 可是通常是 她个性有问题 你知道吗 她个性很有问题 或是她对朋友很差劲 就她体不是一个 很好的人 然后但是呢 就是我那个时候 也是在愤怒之下 打了一句话说 shitty protagonist gets rewarded for hot love triangles 然后我还加了hot 这个是 因为两个人都很hot 然后他们就是会 在爱情三角恋里面 然后他们就 我要选谁 什么之类的 然后对所有朋友 都很恶劣 然后对这两个男的 也很恶劣 然后就是对父母 也很恶劣 可她就是有两个 很帅的人爱她 所以我是最气的 怎么办 我现在喜欢看的剧 就有一个重音 哪一个哪一个 是那个 她叫做 Never have I ever 一个Netflix的 这个我一听就害怕 哦 那一部 图女三角恋是吗 因为那一部的女主 对男主角 就是两个人 都爱那个女主角 然后女主角 确实就有像 你刚刚讲的性格 有一点点缺陷 你确定是一点点 好我私心说一点点 但是她确实 对身边的人很坏 对啊我就觉得 这种人 为什么就是 她的奖励是 两个大帅哥 在那边争抢你 我想你有做了什么 你上辈子做了什么 对这蛮 这我也是很倒位 这样子 然后以死相逼 这个是 我说的是 比较路线 很轻奇的这种 就是下一个是 以死相逼 我一下已经就非常连贯 直接讲下去了 以死相逼 我说的不是就是那种 就是一般跳楼的那种 好像有不一般的吗 就是狗血剧 很喜欢跳楼或撞墙 撞墙也蛮 撞墙蛮好笑的 因为像华菲 不就是撞墙而死吗 你知道我看完那段 我就想说 到底要撞多用力 才会死 就是 哇那个真的是 就是一股挫痴 好勇敢 好你继续说 这个是题外话 但就是 我就说的不是 传统的以死相比 我就说非主流的 就是 我以前 以前的电影 特别爱演那种 男生跟女生都 就男主角跟女主角 都很爱 像那个什么 The Notebook里面 他就是 就是喜欢 讨厌路中央 他就是讨厌路中央 然后就是 其实算是一种 情绪勒索 有的电影 蛮爱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他们会把这个 营造成浪漫 然后我最近才看了 好几部电影 是走这个路线的 然后就觉得 欸我怎么就 下一幕就开始 做爱 就他们前一幕 可能就是女主角 就跳海 或跳河 就你来救我 因为我不会游泳 这样子 就是可能那个男的 一直不理他 然后他就决定去 跳河或跳海 然后他就只好 把你救上 救上因为 大家都湿了 所以就很想做爱 就很想接吻 或做爱 然后或者是 就是 又有另一个 就是上次电视上 他演那个新版Footloose 然后那个女生 他就去握轨 还什么样的 反正他就站在铁轨上 然后等着男生来救 然后就要有一幕 就是他手 把那个女的手拉过来 然后两个天贴很近 我这样 我一点都没有被浪漫到 因为这女的 就是情绪勒索啊 就是以死相逼 这件事情 来促进那个 情感的发展 这件事情 我太能原谅 那我发问 你发问 就是当贝拉 用危险的处境来 不是贝拉 是雅各 雅各以死相逼啊 他说你要亲我 或什么 这一半我就要去复死 我超级讨厌那一段 去死吧 去死吧 你就去复死 对我就觉得 很讨厌这种以死相逼 这种都情绪勒索啦 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路线呢 你知道吗 他就是girl bossing 但是我就不开心 对还有吗 那我很快速查一个 因为我这个 类别只有一个 就是我真的每次 只要看任何连续剧 然后他最后 假设生十节内容 就他在第十节的时候 突然给我演这种桥段 我就会马上补看 就是他可能会在倒数 假设十二或十一节的时候 男女主角就会确认关系 隔天女主角被绑架 然后我想说绑怎么架 还有就是女二可能还逍遥在外 或是男二还怀恨在心 逍遥在外 所以就有绑架这一出 然后就开始演说 男主角怎么救 那个女主角 然后女主角在被绑架的时候 可能被怎么对待 然后可能男主角花了多少力气 把他救出来 然后可能男二或 女二最后会被死掉之类的 然后就这种剧情 就是我已经知道他的重点 就是他的终点是什么 我就完全不想看 你看到我表情吗 我是没有想要做反应 因为就一听我就觉得很累 那我再发问一个 就如果他们确立关系之后 男主角十一或女主角十一 这可以吗 不行 十一可能会是活大 对 因为像流星花园日本版 就是有十一这一段 台版也有 台版也有吗 在流星花园二 但流星花园历史很久 因为它是老故事 非常久的少女漫画 而且它算是就是 严情的第一组 我觉得十一会让我很痛苦 是因为他们前面 就是已经拖了那么久 终于然后在一起 牵手接吻拥抱 结果下一集 他又开始对他超冷淡 我就是很痛 因为我觉得说 我就是要看甜甜蜜蜜 结果你现在又开始 女主角要重新迎回 男主角的方形 我觉得她心很累 而且我觉得 这种就是 我真的会问你那个问题 就是失忆有这么容易吗 就是失忆耶 就你而且还要失去 关于女主角的记忆 对然后就是 其他都要正常 我想是滤镜吗 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忘掉什么 所有人都记得 就连邻居家的小狗 他都记得 就是不记得女主角 最爱的 最爱的不记得 到底是怎么样去区分 他那个海马回里面的死路 太想知道 这是个技术吧 我上次也是看一个剧品 然后他就是 里面那个女主角 他失忆 然后里面就 看剧品的那个直男 他就非常诚恳的问说 世界上真的有 失忆这件事情吗 就当然有 可是你看 他也是演到 我们已经麻痹了 对 因为他就是正常化 很多很恐怖的东西 以至于大家会觉得 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包含就是那个 被车撞 被车撞这辈子 都会看到闪光 然后只要上台 就看到闪光 看到父母被撞 这种 对 那个后遗症 他严重的也超烦的 其实我觉得他安排 创伤我觉得是合理 就是每个人可能 多多少少都会有 可是他都会帮 每一个主角 安插一个很严重的 以至于你每次听到 有人有创伤的时候 都会觉得 大家都有啦 没什么 但其实有什么好吗 而且他们会 因为我觉得你严重 没有关系 可是你至少让他 康复的方式 是正常合理一点吧 就是他们康复方式 通常都是女主角 跟他们说 真的没事啦 然后就没事了 凭什么啊 你心理一生 为什么女主角 陪他睡一晚就没事了 就是我真的睡着 这是我第一次真的睡着 这句台词 我不知道在几部里面听过 超多 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的 跟你的 那个仆女三角恋超像 因为就是我觉得 很多剧 他都可能是仗着 我们就是会觉得 自己就是女主角 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自己很棒 很值得被爱这样子 所以他就会拿出一个 不怎么样的角色 然后呢 男主角跟他 讲不到三句话 然后就会开始 爱他爱到不行 然后会愿意为了他 然后跟男主角 大打出手 就是男一跟男二 就会为了他 在那边针锋刺出 就是中邪 我就会觉得很疯狂 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他 你只是看到 他的眼睛扎两下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不爽 因为我觉得 我看爱情剧 我就是要 能够投入 就是我甚至 能够带入吗 所以他总得 做一点什么吧 对吧 没错 你们总得也有一点 超出 就是一些 友谊的互动啊 对 或是就有一些连结啊 这种就是太直接的 那个女主光环 然后就不结实 你这种我就想到 还有一种是 她是个坏人 从头坏到尾 然后结果最后给他按插一个 他好像是有人性的 一个小片段 就变成他突然间是好人了 没有啊 我觉得你还是坏人 对 因为就是有一些 就是会演说什么 哦他前面就是 一直勾心斗角 然后最后他可能 在路上看到一个蝸牛 他把他捡起来 放到旁边 对 就对动物很好 对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也不能说 你就是你没有在做好事 但是好像也不能抹灭 你就是一个爱蝸牛的霸凌手 对 我帮你人设定好 爱蝸牛的霸凌手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喜欢用 坏人做一点点好事 然后来让他转好 嗯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写的 很差的那个 ARK 就是他 他那个 角色的成长曲 就很怪 应该要真的让你完全忘记 就是他做过我坏事 通常影集才能这样办到吗 可是我觉得 因为韩剧通常都遗迹 所以他们常常会 在最后就是给你一个 就不三不四的一个 就是拯救小动物的桥段 或是拯救就是 我不知道 家中病母的桥段 然后想到你 你用不择手段的方式 去拯救病母 你还是坏人啊 嗯 你还是不是一个多好的人 还是要为你自己 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对 对 而且就是把 刚刚那个仆女那个收尾啊 我就突然想到说 我很常会在改编的 影视作品里面 看到这个现象 就是因为他仗着 你对这个角色 已经有了解了 就他可能原著 把这个角色 真的写得很有魅力 所以他一开始就给你一个 其实真的 没什么特色的人 然后呢 就让男主角爱 爱他爱得要死 但是我觉得 这就会变成是 你很不认真去改编 然后因为我们前阵 就疯狂的看了很多 傲慢与偏见的改编影剧嘛 我就发现很多部 都有一点点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就是仗着我们 觉得伊丽莎白 很值得被爱 所以他可能就 真的弄了一个 完全不知道是 优点在哪的伊丽莎白 然后达西就说 你慧霞的眼睛 让我深深找没有 他说哪里慧霞 慧霞这个字好重 没有因为傲慢与偏见 那个中文翻译版 就会说慧霞 对我刚才要说 因为我这次在看 这些改编剧的时候 他就真的有个问题是 他删减了伊丽莎白 跟达西之间 就可能第一次会面 或者是第二次会面 他们比较机智对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伊丽莎白吸引达西的地方 在哪里的那种片段 他把它删减掉了 然后变成一个是 就男主角在远处 然后默默看着女主角 跟别人谈笑逢生 然后我想说 这个应该不是书本 应该没有这样写 就是他爱他 不单纯只是 他觉得他的长相 Tolerable 还包含就是他的个性 他因为长相Tolerable的人 几个分数以上的人很多 对啊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 聊到很疯狂 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 那假如说 大家是第一次 听我们讲影剧的老套剧情 就我们不喜欢的片段的话 那你可以去第五季的第五集 收听我们的第一集的内容 然后我们是主要聊比较多 是爱情剧里面 我们觉得经典又诟病了老套剧情 这样 没错 对那如果大家 你自己还有一些 你很想要分享 你自己心中很特殊的地雷的话 也都欢迎到我们的IG 跟我们分享 说就是你自己 有没有哪些桥段 是你每次都要看 但是看了之后 拳头又很紧这样子 可是真的有这种桥段 就是让人家又爱又狠 我觉得像流星花园那种剧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还是会看 可是看了我又起 就破经典 对 就是没看过 还是希望他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最后就是今天 真的非常感谢J来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就是让人家会看了 很生气的戏剧内容 因为我真的觉得 J超级充实 就是一个爱生气的人 可是我觉得你生气的 都很有理 所以如果想要看 这么生气有理的J 我们可以在网络上 哪边找到你 我现在就是用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是 I'm J来 就是I-M-J-A-E-L-A-I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分享生活 我就是拍 就是漂亮的照片 然后我其实有时候 也会分享电影的东西 就是我常常推十部电影 但是因为最近很忙 所以就很久没这么做了 但是我最近有想要做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出来 可是就是 我最近想要做一个 就是十部夏日电影推荐 这样子 然后是我可能之前没推荐过 所以我发现我人生看了 大概七成电影 都是夏日电影 所以就是如果有喜欢类似的 content的话 就可以追踪 感谢大家 也感谢你们的邀请 对今天我觉得真的是 时机很对 因为刚好大家回来过暑假 然后我们之前有 有讨论到 就是我们对于 戏剧桥段的一些 愤怒指数这样子 那如果大家你要到 社群找到我们的话 可以搜寻 午后女子会 或是Afternoon Girls Club 对那如果针对这一集的 某一些片段 你有特别觉得 真的你拳头也好紧 好想要抒发一下的话 可以到Mixterb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对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也欢迎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论 那就现在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 未经讨论 未经讨论 未经讨论